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会问你要跟吸管 吃完了 喝完了 他会要快餐巾 他还要照镜子 不要有牛奶粘在他的胡子上 他一照镜子 会看到他的头发得要剪一剪 他就会问你 借把小剪刀 等到头发剪好了 他会要把扫走 把地扫干净 他一动起手来可就来劲了 把整座房子一个个房间都扫遍 不但扫 还会用水把地板大刷大洗 他干累了 会要睡一会儿 那你就得给他的空盒子做床 再加上毯子和枕头 他于是爬进盒子 躺得舒舒服服 还把枕头拍呀拍拍松 他还会请你给他念个故事 你只好拿出书来念给他听 这时 他会想要看看书上的图画 他一看图画 起劲的要自己动手画一副 他动手就画起来 等到画画好 他要签上他的大名 而且用钢笔 于是他要把这幅画 踢到你的冰箱上 这就要用上胶带纸 等到他的画贴好 他会退后两步欣赏他 这么看着冰箱 他会想起来 他口渴了 口渴的时候 他会想到 要杯牛奶喝 既然他要喝牛奶 自然会要块饼干来一起吃咯 宝贝们 你们觉得接下来 小老鼠还会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一起来和爸爸妈妈们讲一讲吧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次再见咯